不要看光是那种训练是多么的枯燥多么的苦 其实你们不要光看了这个方面 你们应该往远的看 我觉得跳舞吧 最主要的是先要征服了自己 才能去征服观众 不要一味的只是为了表演爽顾 或者是很帅啊 最帅一名跳的观众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东西 首先最主要的是先征服了自己 自己觉得我在这个跳舞里面感动了自己 才能去感动到其他的观众 现在我发现了一点 香港的学生跟国内的学生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国内的学生很多是被迫而学的 就是可能是被家长强行要他们去学这个东西 作为他们的职业 但是香港这边很多从事舞蹈行业的或者是 像演员学院的啦 外面跳舞的都是自愿的 自愿的来去跳舞 我就觉得这个一方面 很多被迫的可能就立完之后不爱舞蹈 但是那种自愿的不管我什么鸭呀 就是帮鸭腿呀 练功啊 他们是很心甘情愿的 因为就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一个一个项目 他们自己喜欢的一种一个职业 所以这样的话他们会更加的用心去学 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他们会认真地去听 在国内的话有些可能有学生会跟老师会有一种抗拒心 就是我说这个他不按照做 但在香港就很少见得到 特别是我在外面教的一些孩子不是像演员学院那种做专业的那种学生 他们也特别喜欢 就是我说什么 他们会真的是拼了命的去向那个方面靠 就是不是我说完就就这么算了 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跳舞的感受就是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一定先打动自己 再感动观众 不要光学动作 要去用身体去感受这个舞蹈 而且很多时候在舞台上面要把握一个张力和一个磁场性 我经常跟我的一些学生会说一个磁场性 什么叫磁场性呢 就经常会有两个人在跳舞的时候 你怎样把这个那个focus抢过来 所有的观众的全看你 而不看他 这就是你的那个磁场性 怎么找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可以练一连这个东西 就是对你们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在舞台上面 经常会有人 不管在哪个位置 都能看到你 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 我觉得挺好的 嗯 你 我想